如果谈到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物价水平 我想每个往返于两地之间的人都深有感触 台湾整体物价水平较高 大陆整体的物价水平较低 但如果结合当地的工资水平谈物价 大陆整体高的离谱 台湾相对合理 比如上海 上海物价水平和台北市差不多 但是咱们单纯的对比例如一颗白菜多少钱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有结合当地的工资水平才能对比出一点眉目 举个例子 比如上海的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 以工作十年的老师计算 大概是每月六千到七千人民币左右 当然不同区工资差异在五百人民币左右 约合新台币三万 而台湾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 大概是4.9万新台币左右 根据不同地区工作年限是否是班主任 是否是年级组长 是否是领导左右调整 两地私立学校及特殊学校的教师工资则更高 大家自动的排除 上海和以台北市为首的台湾 物价对比下来让人瞠目结舌 以大家每天有时候经常喝的奶茶为例子 上海基本都是20到45元人民币左右一杯 而台北市奶茶基本控制在40到50新台币左右 当然近十年什么东西都涨价了 60元到100元新台币的奶茶和饮品也不少 但相对没有那么高 您换算成人民币跟上海差距还是有的 比如这家店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精华路段 上面价目表让人看呆了 因为不论是奶茶或者是椰果奶茶都只要30元 很多人都说想不到台北市还有如此低价的饮料店 赶紧买杯椰果奶茶压压精 当然了 像这样的店在台北可能是老板跟老板娘在经营 房子和店面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 不需要付租金 所以才能回馈给大家 商场和热门地段肯定不止这个价了 这些年小周没怎么去台湾看看了 估计好一点的饮料 如果地段较好 租金较贵 也差不多60到80元一杯了 知道的可以给我弄一杯尝尝 开个玩笑 等有机会 我请你们喝啊 在这样的公司收入差距的情况下 看奶茶的饮料价格 我个人感觉大陆是贵得离谱的 关键是不太好喝啊 至少在口味上不是正宗的 我查了一下 台湾行政主机处总处的资料 这些年 台湾的物价指数以及消费指数 涨得可真不少 相对来说 让很多人吃不消 如果你没有稳定的收入 肯定会抱怨 而一般收入还可以的 基本上也都是过得比较舒服的 其实知足常乐的心态 我觉得对台湾人还是比较合适的 比比我们大陆目前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真的是好很多 大陆的物价和工资是不成正比的 一般情况我们好像理解为 如果在大陆一个城市人均月收入高 那么这个城市的消费和物价就会高 这是正常的 而相反 在很多城市不是这样的 一些二三线城市物价高 但工资不高 这种情况咱们闷心自问一下 拍拍胸膛 不看官方数据的话 都是工资不高的 目前大家可能都知道 大陆的生活物价水平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虽然是很高 但是这真的不是影响大家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比如大白菜 你原来三元人民币一斤 现在五元 贵了不少 大不了大家少吃点呀 如果所有的菜价都提上去了 生活成本上涨很厉害 那对工资来说影响确实挺大的 但是物价中的房价和养育成本 则让大多数家庭都吃不消 现在虽然很多房企为了生存都在降房价 但依然很贵 老百姓真的是买不起啊 房价问题是制约所有家庭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物价当中它的价格最离谱 当然台湾有的地方房价也是贵的离谱 但是这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 具体怎么理解呢 中国大陆各城市房价一般个人是无法跨越的障碍 举个例子 一个人大学毕业了23岁 找工作 平均工资算你8000很高了吧 其实一些人根本就达不到 少数人万元以上 但两个月的工资在普通二线城市 一平米也都买不到 北京上海就不要想了 攒钱买房基本不太现实 都是啃老族 整个家庭亲尽全力 也只能让家庭买房的人 一般都是儿子 成为几十年的房奴 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 房价不能大降 当然也不想大降 为何呢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房价顶不住了 中国的经济还靠什么呢 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最近小猪在大陆网站上看到一些媒体报道的台湾物价 说物价里的房价贵 工资低 不是一生活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稍安勿躁 不要以为在这个世界上 就我们物价高 生活糟糕 台湾更糟糕 到底是不是呢 大家比我还清楚 我只想说 我们不但要看官方报道 也要看台湾的报道 也更要看普通人的评论 天南海北的朋友 评论最真实 我们这里的媒体 对最近台湾的房价和人民的收入情况 有这样的一小段评价 我给大家念一下听听 看看是否属实呢 文章说到 台湾目前最低工资已经突破了25000元 这个应该是指的新台币 工资中位数则是4万出头 上述两个数据都远超大陆 台湾人是否都生活得很安逸呢 这不仅要横向对比 也要纵向对比 不仅要对比收入 也要对比物价 这二三十年来 台湾收入增长有限 但物价尤其是房价却涨了不少 家住台北嘉心街的赵先生 年轻时买了一套房 如今他儿子30多岁了 我询问他是否买房 他笑着说 台湾年轻人现在哪有什么能力买房呢 所赚的工资只够自己日常开销而已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 前不久去母校成功大学开奖 询问在场学生未来想当哪种人 有41%的学生竟然选择当躺平足 成功大学作为岛内顶级名校 学生居然是这种态度令人吃惊 若调查其他一般大学 情况不可能会更好 面对不涨的工资 高企的房价 台湾年轻人要顶着比父辈们更重的压力 当然无论如何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命运时 他们只好选择躺平 是真的吗 小周想问问你们 台湾的躺平一族我是真的没有听说过 而且躺平目前我们这里的人比较多 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 其实小周倒不建议大家躺平 因为无论你是成了韭菜被人割 还是成了西瓜被人吃 最后一定是你越来越差 你躺平想不被人割韭菜方式太消极 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减少被割韭菜 或者不被割韭菜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自己要不断地努力去奋斗 没有人会帮助你 要是为了避免割韭菜 自己生活都出了问题 那躺平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咱们躺平想弄别人是弄不到的 因为人家有一百多种办法对付你 而小周也不想干涉别人的自由 有的人说躺平好啊 我不缺吃不缺喝工作也有 就是不想让人家割韭菜 你们随便怎么割都割不到我 这跟我上进不上进 努力不努力没关系啊 那的确是你的自由 你想怎么想那就怎么想 但是咱们的脑子都应该很清楚 应该寻找更好的环境 让自己不断强大 日子终归要自己过 谁也帮不了 好了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周下期不见不散